欢迎收看今天的试说新闻 我是主持人Max 那想必大家知道2月10号就是农历新年 在农年到来之前 试说新闻团队也专门踏上了一场寻找年位之旅 那我们现在就来到了一个这样的地方 在这里您可以看到非常多传统的夜话呀 灯笼啊 然后包括香品的以及红包之类 各式各样传统中国年货 这个地方究竟是哪里呢 跟着我们的镜头探究竟吧 要说洛杉矶哪里最能感受年位 华人们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位于市中心的华步 试说新闻团队在龙年春节即将来临之际 亲自前往华步寻找年位 走在这个有上百年历史的老街区 不少建筑旁已是张灯节彩 许多商家也升价了琳琅满目的年货 节日氛围十分浓厚 传统的春联 挂丽 福字 红包等是必不可少的 而且价格也相对便宜 几元就可以逃到 各式各样的春节摆件和礼品 不仅可以让家中瞬间提升过年氛围 也是送礼的极佳之选 适合小朋友玩的摔炮和闪光棒种类繁多 中国传统服饰如汉服老少皆宜 特色原意富贵竹 水仙花等 寓意十足 商家更是推出了龙年特色的玩偶和艺术品 吸引了不少华人驻足 更有许多洋人也对此投来好奇的目光 许多商家表示 龙年是传统大年 所以买气也比之前来得更旺 算是给今年的生意开了个好的龙头 希望之后也能一扫疫情的阴霾 让这条传统老街神以兴隆 除了能买到待中国传统年味的年货 华布还将展开许多迎接农历新年的活动 根据洛杉矶中华总商会主席装配员的介绍 2月将有两大新春庆祝活动 其中历史悠久的金龙大游行 到今年将是第125届 经过一百多年的变迁 从展现中华传统文化 逐渐变得中西合璧 游行队伍来自不同种族和文化背景 现场观众往往洋人比华人更多 今年游行结束后 在华布的Central Plaza 还将举办免费的庆典活动 让民众能沉浸在新春氛围里 除了华布的金龙大游行外 洛杉矶地区还有许多充满年味的新年庆祝活动 首当其冲的就是南加地区春节前夕最大的庙会节展活动 迎春年节展 在1月27、28日 也就是本周末即将到来的年节展上 现场将设有200个摊位 中央舞台区有多达54个表演节目 还为前来的民众准备了丰厚的大礼 总计有30多个大礼放送 包括机票 去往夏威夷墨西哥的邮轮票 12组迪士尼门票等 迪士尼更将首次设置展位 带来亲子互动体验 还将有迪士尼神秘嘉宾降临主舞台 此外 40多个美食摊位将带来全球各地的特色美食 让民众能大饱口福 在民俗记忆区 连续两天都有三位书法家 辉豪泼墨 为大家免费写春联和福字 还有中国节 谈话 捏面人 等传统记忆与民众同乐 共同感受传统年味 除了年节展外 华人爱趣的汉庭顿图书馆 也推出了新年庆祝活动 在2月10日至11日 舞诗变脸 武术表演 手工艺等表演 将在汉庭顿图书馆上演 2月18日 在华人聚集城市阿罕布拉市 也将举行一场四海迎春过大节的盛会 和民众共度龙年 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 其实是世界日报 马上要举办的年节展的现场 可以看到在这之后 虽然在游乐设施还在搭建 但是在年节展期间 大家都可以在这体验到 具备龙年色色的游乐设施 那年节展的时间 就是在1月27和28号 也就是本周六和本周日 希望大家都能来这体验年味 一起迎接龙年 以上就是本期时说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